靠旭光高中的空手道选手潘颖恩上周五第三度在中正杯空手道锦标赛夺金 而正面金牌得来不易 因为他在四月时全中运结束的隔天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昏迷多天一度命违 最后靠着意志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出院 在教练的鼓励之下归队训练 结果在空手道锦标赛中顺利夺金 比赛开始选手动作标准相当有气势 他是就读南投旭光高中的潘颖恩 上周五第三度在中正杯空手道锦标赛夺金 正面金牌得来不易 因为他在四月下旬全中运结束的隔天发生严重车祸 昏迷多天一度命违 其实会累的是开心的 可是车祸后的时候刚练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太痛苦 因为还不太适应 教练一直鼓励我 然后同学也这样一直跟我说我很好 然后让我再次找回那个自信心 当时潘颖恩靠着坚强的意志力和斗志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出院 原本担心不能再比赛 但在教练的鼓励下九月归队训练 虽然刚开始恢复练习感觉退步许多 不过潘颖恩没有放弃 果然传出好消息再度夺下金牌 因为这一次的比赛让他表现得非常好 我希望他未来可以在亚运 或是在国际的大赛里面有更好的成绩表现 多亏教练的鼓励 让潘颖恩重新找回自信 也令人见证到从命违到夺精 那份永不放弃的精神 就有曾路程南投报导